波向上吸力就会抵消了,没了,明白吗? 所以你看Curie来到这里都是,吸,扮直的手肘,明白吗? 好,大家好,又是我Coach Fui,因为我最近就会比较研究Curie的投篮方法,因为我几想去突破到连入30球3分的,所以今天我就会讲就是我研究的心得,当然我是没可能射球射到好像Curie这样的,就是希望大家明白,我是参考他的方法用我的身体做出来,但是今天我重点是讲他的那个法力模式, 怎样令到你的投篮方法会更加稳定的,那今天呢,这个就是我们的Curie系列,好了,那我们今天呢,会讲Curie的投篮方法呢,我们会分开几集讲的,也都不想这个教学片太过长,那希望大家可以方便一点看的,那我们先讲第一点就是呢,他的手肘,之前呢和阿豪拍过呢,投篮的时候呢,轻轻讲了说,我们移动的手肘,OK,我们要摺肘,摺肘,摺肘, 有其他人讲过这个叫顶肘,我直接用我的方法去演绎一下,第一,以前的射球大部分是会动过肩膀的,OK,two motion,或者one motion的推,有很多人都会这样推,是用肩膀的。 我们之前都讲过,我们尽量用前臂的力量,在我研究Curie的投篮里面,手肘这部分呢,是最重要的。 因为它直接主宰了,你拉不拉到那个球,我们要拉腕,要脱边效应,我们讲了那个球的肘,我们是怎么动的。 大家可以用这个练习去做的,你左手拿着球,右手拿个肘出来,首先第一点,量到你的手肘,是不是直的。 首先,我们对着自己,或者你对着那个框,OK,我现在对着你的,我当前面这个就是框,先伸直的手,伸直的手肘,你的手腕应该是自然向下的。 然后,你应该看得到的,你应该看的地方,等于你出手的地方,OK。 下半身这个时候,应该会有略嫌有少少不适的,因为,你如果对到正的话,这样它会有扭腰的情况出现。 所以,你会看到Curry的动作,都是会微质伸的,大约会微质伸25到30度。 OK,你应该会舒服很多的。 好了,我们先这样,伸直的手肘,你对着你的,然后向上摺,形成手指向上。 放下来的话,你就应该是这样摺。 对了,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要做多一个动作。 上来,你要摺,手指向上,换,不是向后咬的。 我们是这样吸上来的。 他的手指射球的时候,手指向上,而不是2Motion地向自己。 因为,当你摺球的时候,如果你手指并不是向上的话,而是指自己, 那球的中心点会跌下手指。 那对我们亚洲人,手掌小的人,是会比较不利的。 因为,你会挺有脱手的感觉。 三分才会有脱手感觉。 你在中距离其实是没什么。 还会是挺方便和挺稳定去控制的。 我们说回手肘,我们先这样做。 1,2,3。 这个是手部的动作。 法力摺上来,是怎么法力呢? 大家看着,就是在你的腕。 我们就是腕骨这里。 这里发力。 这里会轻微发力,向上摺。 向上摺。 向上摺。 这里发力。 你的手腕,是不会向后屈,也不会松。 第二个重点。 手要形成一个波的形状。 是一个弧形。 这里是一个弧形。 我们怎么做出这个弧形呢? 你只要把左手放在这里。 放在身体前面。 右手放在上面。 你就会形成一个弧形。 当然你要放大一点,形成一个波的形状。 或者简单一点,把手掌贴合, 然后形成这个形状。 对了,弧多一点。 因为你的手掌不够弧, 如果你的手掌不够贴合, 你会拉不到这个波。 因为它要产生强烈的旋转才会有下距。 这是第一个。 我们必须做到。 只是这里移动。 它并不是只是这里移动。 我们稍后会做的是压,吸上来。 肩膀会移动。 这里也会移动。 但是, 不是只是肩膀移动。 以前是只是肩膀移动。 现在是压, 尽量移动手掌。 好, 那我们现在试一下做这个动作去射球。 左手拿着球, 右手摄针。 一, 二, 手指向上的, 这个手腕发力。 一,二, 三。 吸到是这个。 是, 你先升上来。 重点是练熟这个动作。 因为大部分人都会移动肩膀。 你很少会移动这里。 所以我们要先练这个动作。 接着我们要怎么做呢? 会微側身的。 记住, 我们会这样微側身的。 你指着, 指着那个框。 踏步。 你舒服了。 这个就是直了。 好了, 然后大约你会变成就是, 膝头膏和大腿成一条直线指着那个框。 膝头膏和大腿指着那个框。 你会在镜头看到一样东西就是, 就算我现在两只脚指着那个框。 但是当我一坐下的时候, 其实两只脚因为盘骨外反的关系, 力量会外走。 你会向外的。 你要做到的是, 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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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向内的。 看一下。 那你就是盘骨抹不开。 要抹幅多一点。 那你怎么做呢? 如果向内的话, 你可以先合起脚。 左。 升起。 压下去。 现在向不向内? 没那么向内。 明白。 那大约这里是多阔呢? 夹住它。 是, 坐下。 是, 一个蓝球的距离。 同样, 阿豪可能就是因为外側的肌肉太强, 会令到你内八字。 内八字会令到力量可以集中。 长远的话, 内八字会令到你膝骨里面的半月板, 不平衡的关系, 会磨舌得更加严重。 会膝骨痛。 长远会这样的。 所以你要练习内側的肌肉。 臀部反而是可以帮到你。 好了, 那我们现在试一下射了。 我们怎么做呢? 我自己量度大约是, 大约25度左右。 25度左右。 OK? 一, 二, 跟着身体一起, 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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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上, 右手动作, 左手力量。 什么意思? 就是左手要吸上去。 记住我们要好像, 吸上去, 吸上去, 球, 记住手, 在球的顶部, 吸上去, 往下拉, 别明白? 我们再看多次,先伸直的手,摘曲,身体是舒服的,不要有扭住的感觉,OK,然后记住放下来,我们摘球的位置是核心, 利用吸力,粘在右手上,留心看多次,靠吸力,就是靠这个吸力,摘向上摘起,不要摘球的最前端。 我们先伸直的手,下碗的,OK,向上摆起,摆回来,压吸,压吸,记住这里用力,左手令到球吸在右手上面,OK,压吸,明白吗? 压球,压吸,记住我们射球的时候,你要记住一个重点,伸直的手跟,你不伸直的手跟,球是不会向下的,你要记住,因为我们伸直的手跟,球才会向下,明白吗? 它才会向下,清楚吗? 有问题 右手动作,右手动作,左手用力,即是怎样? 即是怎样? 即是怎样? OK,向上摆起,右手正常向上摆起,你不会控制到球,你不会抓住球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在放在手上摆起,我们会用碗的,我们会用碗轻微用阴力,稳定住碗,你稳定住碗你会可以拉住,所以你不能把手摆放松,但是这个阴力是怎样做呢? 伸直的手,手指向上,兩隻手指向上, 手指向上,手指向上,手指向上, 你的碗就是阿彎這個力量。 你現在動,你的球是不會上去的,對不對? 你試試上去,你不動的,對不對? 你上不了它,那怎樣? 靠左手跟它同步,力量,方向,速度都要同步, 你才會形成一個吸的力量。 在吸的力量出現的時候,伸直的手指,明白嗎? 吸的力量出現的時候,伸直的手指,而不是吸到跌的球下來, 這樣不行的,記住,一吸就拉直的手指, 它就會下來,明白嗎? 好,你倆個試試,好,先CM示範, 好,停,再來拿著球。 CM最大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球的經常性在胸口中, 在胸口中出現不到吸力, 前一點,先伸直的手對著寬, 對,伸直的手向上摺起,下來,放在這裡。 OK? 你應該是這樣拿著球的,停, 左手扶著,不要拿著球的底部, 在這裡,停,又舉起了,在這裡,壓,吸一下。 對,壓,吸,吸的力量一出現,要伸直的爪,準備,壓,吸。 好,是,好,彈球出去,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不用走,是,再來一次,再來一次,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再來一次,再來一次, 個球舉低一點,壓,吸,再來。 第一,有少少輕微向前,記住用核心的力壓下去。 再來,我們怎樣可以控制自己的核心力? 因為CM始終的力量是少要中前, 我們先這樣,腳跟前先, 個人拉上後, 對,好, 壓,準備, 准备,压,好,力量就对了,明白 经常性就是因为一坐低就往前 记住,脚踭先在前,压,好,是否柔软很多 整个动作,不要让重心扯走自己 如果像CM那样,人一下就往前 你那个就不是拉了,你那个就是推了,明白 我们要做到拉直的手肘,好,阿豪试一下 好,停,阿豪都是有钟前,虽然很轻微 一压这下,其实你已经钟过前 同样,一样,先脚踭,在后面压 你的力量是不是纯正很多,明白 再来,先脚踭,压,好,好 你会看到的,为什么他们那么准备呢 就是因为你这个人没有钟前 没有钟前,你就用到那个吸力 明白吗?你钟前是没有吸力的 因为你是向上的 人向前,球向上 吸力就会抵消了,没有了 明白吗?所以你看到Curie来到这里 就是吸力的手肘,明白吗? 明白吗? 就是这样 清楚吗? 手肘向上 记住,肘是一个重点 另外一个重点,不要给自己钟前 你先脚踭 那实践的时候呢? 实践的时候,你就是要练到球 压和拉,就是要练熟 就是要练熟 清楚 好了,大家记住用今天的方法去练习 好,今天 完